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候选人吴秦明今天下午前进了北大特区举办亲子活动 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起同乐 活动除了推广台语用台语说故事 还结合了三英地区的特色产业陶艺 让小朋友手作捏陶发挥创意 大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 牵着手围成一圈唱台语童谣玩团康游戏 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候选人吴秦明和大小朋友一起同乐 21号下午吴秦明在三英地区举办台语讲故事和手作捏陶活动 重视母语生活化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苏巧慧也逗场支持 现场爸爸妈妈小朋友热情响应笑容全写在脸上 穿着应有大家说台语字样的黑色T恤 吴秦明用台语讲故事 生动的表情和动作台下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 现在很多都市里面的孩子对我们的母语 对我们的台语都是有点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母语能大大的相传 大大的平息 吴秦明前进北大特区推广母语 结合在地的特色产业陶艺 深耕地方力拼连任也拉近了他和选民的距离 记者正好报道 却随着零零的波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